1974年,邓公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膝下已有两儿三女的邓公 执意要再收一个女孩当养女 起初大家都不明白邓公此举的含义 直到此女的身份公之于众 人们这才猛然醒悟邓公此举背后的深意 想知道邓公究竟收养了谁吗 1972年,在听到一则特殊的广播后 邓公连夜启程,从江西赶回了北京 作为一个被迫退居二线的国家领袖 能不顾影响再次前往政治中心 邓公的这番决定显然不是心血来潮 之所以邓公要连夜启程 原因其实无关政治 只是为了送别一位革命战友 他就是陈毅 1972年1月4日 身患癌症的陈毅撒手人寰 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 作为陈毅曾经的战友 也作为陈毅最默契的搭档 邓公这才决定不顾此时的身份 前往北京送他最后一程 可真到了北京 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后 邓公突然意识到 问题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为严重 原来因为情绪过于低落 陈毅的妻子张倩也被查出患有癌症 生存周期已经所剩无几 当时陈毅和张倩的几个孩子 大都已经有了独自生活的能力 唯有小女儿陈珊珊是个例外 因为是在陈毅49岁那年才诞生 所以陈珊珊此时才22岁 刚刚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 也正因如此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倩也还在不住的叫喊着陈珊珊的名字 担心自己的这个小女儿 今后该如何生活 张倩的顾虑让邓公感同身受 作为一个父亲 邓公自然明白张倩无法说出口的遗憾 1974年 在操办完她的葬礼后 邓公春意料的做了个决定 那就是收养陈珊珊 邓公的这个决定让身边的人都十分惊讶 要知道当时新中国的形势并不乐观 多方势力迭起 威胁着这个好不容易走出来的政权 就连邓公也是临危受命 草草宣布付出 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照看战友的女儿 更何况邓公当时膝下已经有两儿三女 如果再多收养一个女儿 恐怕会招人非议 但在一众的反对声中 邓公的态度却很坚决 他表示陈邓一家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 如今陈毅夫妇都已经去世 他必须要代替他们照顾陈珊珊 这是邓公的肺腑之眼 作为默契的战士搭档 他与陈毅在革命年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时期 他们强强联手 冒死为共产党争取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攻机会 解放战争时期 如果不是邓公咬牙顶住压力 打了一场硬仗 陈毅部队不会争取到开战先机 就连新中国成立后 刘邓二人的感情也十分坚固 哪怕就是邓公深陷舆论漩涡时 陈毅也不顾个人安危 为邓公四处奔走 在这样的情谊面前 照顾固有之女 就成了邓公情理之中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在看到邓公的坚定态度后 大家也没有过多劝阻 默默的支持着邓公的一切决定 而邓公也没有食言 在将陈珊珊收作养女之后 邓公一直势如己出 不遗余力的操使着陈珊珊的人生大事 甚至为了能让陈珊珊出人头地 邓公还将其派往伦敦深造 在邓公的细心培育下 本就优秀的陈珊珊变得更加出色 等到完成全部学业后 她选择来到外交部工作 成为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颗明珠 如果不是邓公的坚持 恐怕陈珊珊的人生将从1974年改进 刘邓一家的深厚情谊 至今仍让人为之动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